大白天男子翻筋矮墙 动作迅速还不时拉着裤子 接着闯入别人民宅 没多久他从屋内走出来 再度翻墙 这一次没那么顺利 整个人摔倒在地 他吓得起身 排排屁股离开 周边监视器捕捉到同一名男子 骑脚踏车鬼鬼祟祟 行机可疑 或是深夜里在民宅外探头探脑 事发地点位于彻化皮头 警方调查发现 他是40多岁夜行男子 有偷窃记录 常在村里游荡 也没固定工作 警方已通知他导案说明 至于苗栗 深夜里一名撑伞男子 走进民宅多次徘徊 突然屋主冲出来 男子吓得逃离 过没多久警车也赶到现场 他拉车门的时候比较大声 然后引起到狗叫 然后民众发现有意就下来看 原来49岁黄县嫌犯 18号半夜潜入铜锣一处民宅 锁定庭院里 轿车内的财务 还刻意穿伞 想躲避监视器 索性当场被屋主发现 立刻报警抓人 索性新屋主从坚入影像 发现异状 立即报警 警方查出 男子11名切刀冠犯 还想靠雨伞遮挡 终究还是被逮个阵招 记者中正贤 陈胜伟 陈广瑞 王百英 张化苗栗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